二十三 糖瓜年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五 磨豆腐 二十六 炖炖肉 二十七 载公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二十九 蒸馒头 三婶儿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 扭一扭 那咱们中国 半年是一年里要紧的事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新年的老实习 拜年可是有讲究的 怎么拜年 拜对年 通常男生是这样拜年的 标准的姿势 应该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右手过程的拳头 然后用左手包住这个小拳头 这里有一个说法是 在古代右手常常是用来攻击的 那用左手包住它们以表善意 也有以左为尊的说法 女生是这样拜年的 身体可以要弯两脚被放 然后手的姿势呢 是右手搭在左手上面 不用摸去 只要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跟长辈拜年的时候 除了以上手的动作呢 只要加一个鞠躬就可以了 那过年呢 同样就是长辈给宝贝 带人给小朋友发红包的时候了 压岁钱压岁钱 这个岁呢 那个岁是同龄的 意思就是压住所有的邪岁 祝小朋友们新的一年 能够压住所有不好的东西 这样呢 就可以平平大安过一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